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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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連跌兩天之後 今天有點反彈 不過這個反彈 你會發現這盤真的不是很好 那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 待會我慢慢來跟大家做分析 我們先仔細看 今天這個指數呢 最高漲123點 早盤一開高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很明顯的有上影線 現在只有漲20幾點對不對 連上跪指數也是一樣 都是開高走低 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昨天美國股市呢 看起來是開平高盤之後 一路震盪走高啊 可是今天整個亞洲股市 你注意看喔 除了日經指數在漲之外 南韓股市現在跌快1% 有沒有 怎麼會這樣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呢 也呈現開高走低嘛 對不對 好 那到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呢 昨天有破月線嘛 那今天呢 又站不太回去啦 不過 因為月線大概目前啊 指數離月線的距離 大概只有四十幾點了 所以你說要再站回到月線 也不是什麼難事啦 所以這裡還不能算說 是正式跌破月線啦 但問題是這個盤 它應該會怎麼去走 各位我們仔細來看喔 很多東西我們都提前跟你去做分析 我說很多東西是有用一個比較 邏輯性推理的方式 我們去看 到底未來的盤勢會怎麼去走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也不是用猜的啦 我們先來看一個 禮拜一的時候 我是怎麼跟你規劃這個盤 你看喔 端午節回來之後啊 禮拜一我們的測標是寫的說 盤頭股已經先變盤了嘛 待會兒我們會講股票啦 那關於指數的部分我說 指數一周後啊 它會有變盤的風險 有沒有 禮拜一跟你這樣子講嘛 不是說這個Z巴拉馬上要大跌 沒有啦 下個禮拜之後啊 這個問題才會出現啦 什麼原因 你來仔細看喔 因為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嘛 今天禮拜三嘛 明天禮拜四禮拜五嘛 我說這幾天啊 那個月線成本的位置 還算是比較低檔一點 但是呢 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它月線成本就上移啊 所以呢 你這個月線 它未來是一路往上啊 對不對 如果說再一路往上移 你又站不回到 站不回月線 或是你再破月線的話 接下來的月線啊 它會開始慢慢會下壓喔 那如果說出現這樣的走勢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 台北股市最起碼 它會有一個修正波 它會有一個修正波 對不對 好那我們仔細來看了 到現在為止 你看喔 台灣50 台灣50也不強嘛 禮拜一的時候也跟各位講嘛 這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台灣50還有 夜線成本還有一個低檔的位置去 所以呢 這個地方啊 全值股最起碼 還稍微有點撐啊 但是呢 到了下個禮拜一之後呢 這月線成本也是上移嘛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 就是這裡要怎麼去解 禮拜一的時候就跟各位講過了 到了下個禮拜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如果月線再失手的話 這個地方真的是走修正波啦 但是我就說嘛 那個問題是在下個禮拜啊 所以呢台北股市 在這個禮拜的走勢呢 照理說啦 應該還是稍微有機會 維持在一下區間啊 對不對 維持一下區間嘛 但是這個區間 隨著月線的成本上移之後 接下來就預防啊 它會不會正式破月線 對吧 所以台北股市連跌兩天之後 今天稍微有點震盪 我覺得那也很合理啊 因為我們禮拜一 就有跟各位分析過了嘛 一個禮拜之後 就要留意啊 那個月線會不會正式跌破 因為是一正式跌破的話 什麼叫變盤 就是說它就是很明顯 就會走一個修正波 OK 沒什麼問題啦 那現在的重點是 它一定會這樣子走嗎 會不會這樣子走 其實你要去看美股的表現 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昨天美股表現得好好的啊 為什麼今天亞洲盤都不漲 那你台北股市也不漲 各位這都是有原因的啦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很多內容啊 我們都在這個Line Ad裡面 我大概9點多 我就寫給各位了 很多內容我都寫給各位 所以呢 你沒有時間看節目的時候 那個Line稍微瞄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 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不好 我們仔細看 昨天美股漲是因為 美國昨天有公布幾個經濟數據 其實表現還算不差啦 什麼六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升到109.7啊 創一年半以來的新高 因為最近股市有在漲嘛 所以大家就稍微有信心嘛 這也算合理啊 股市跌我看你有沒有信心 那一定就沒信心嘛 但是呢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五月的耐久才訂單啊 超出市場的預期 成長1.7% 代表說你在這個升息之下 好像經濟好像沒有很爛啊 對不對 所以呢 美股就讓你看到什麼 出現上漲 好 可是現在重點來了 為什麼今天亞洲盤 沒有隨著美股往上漲 同樣我跟他說 昨天美國股市你會發現到 高科技股漲最多 還有費半也漲比較多 對不對 為什麼 NVIDIA昨天漲3% 昨天漲3% AMD呢 破頸線之後呢 昨天也漲了2.6% 這都跟AI有關的股票嘛 所以呢 高科技股讓你看到 哇 漲得比較兇 可是呢 今天呢 如果說你今天早上起來 你有去稍微看一下 那個美國期貨盤 你會發現 昨天漲得好好的 怎麼又跌下來 目前還沒有跌很多 可是為什麼會跌 原因在這裡 你注意看 美國的AI晶片 對大陸的出口 市場在傳說 可能會寄出新的禁令 也就是說 在沒有政府 允許的情況之下 他會禁止向中國大陸 銷售AI的晶片 所以呢 揮打NVIDIA 或者是XVAMD 在盤後的時候呢 都跌了3% 都跌了3%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這東西 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講過 美股到底上不上得去 其實你去看龍頭股 大家這樣都知道了 你看 AMD昨天漲2.6% 那你現在盤後跌3% 沒有上去 沒有上去 搞不好還多跌下來一點 多跌下來一點 反而你在這地方 反而好像還有機會 再創近期波段低點 對不對 他沒有上去 那再來呢 剛剛你也看到了 NVIDIA最近的表現 可能會稍微比較強 4一點點 昨天漲3% 你現在盤後 你又跌3%下來 所以這代表著說 你目前這條的月線 搞不好 如果說今天晚上 你再沒上去 反而又再多跌一點的話 你現在連月線都破 對不對 所以呢 那美股在今天整個盤後盤的時候 那個整個期貨盤 他是偏底 因為NVIDIA跟AMD的股價 是跌了3%多 所以呢 就造成什麼 昨天漲得好好的 結果今天亞洲盤一開盤 看著這種情況 連 南韓股市 他領先破月線 看起來稍微有機會 稍微要反彈一下 結果彈不上去 到現在月線都上不去 結果今天又跌下來 好 那各位 你從這角度你就可以知道 到目前為止 危機都還沒有解除 什麼叫危機沒有解除 其實這幾天 我有跟各位講過一個重點 我就說 當然你台北股市 會不會正式破月線 那跟美股有關 對不對 那美股呢 在前一天的時候呢 科技股呢 就跌了1%多嘛 對不對 因為有些金融機構 他們去調降這些 科技龍頭股的一些平等 對不對 好那再來 所以我昨天的時候我跟他講 你看這些都跌下來 那如果說龍頭股都不漲 那你說這盤要怎麼漲得上去 對吧 沒錯嘛 就跟台灣50一樣 如果說台灣50不漲 甚至於台灣50都破月線 你全值股都破月線 那我問你啊 你台北股市會不會破月線 那是一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仔細看 那現在重點放在哪裡 就是說 當美國的科技股 它都不太動 更何況呢 這波美股到目前為止的震盪啊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美國基金啊 股票型的基金啊 已經有那種資金流出的一個現象 所以當那種資金流出來的時候呢 當你科技股又不漲 所以呢你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呢 你要注意啊 禮拜一跟會講嘛 在這裡可能還會稍微曲間啊 但是呢 當下個禮拜月線成本上移之後啊 如果你再破一次前面低點 那月線就正式跌破了 好這月線就正式跌破 如果說在這個地方走區間的時候啊 然後呢 我們這麼講啊 如果說美股啊 這天好像上不去 然後壓力又稍微重一點 台北股市是用跳空跌的 我跟你說齁 很多股票你絕對跑不掉 這很多股票你絕對跑不掉 就如同啊 端午節之前啊 大家都跟你講說啊 這裡還是要買啊 你趕快進場去買 你不買來不及 這指數還要再創新高 對吧 大家都是這麼說啊 沒錯嘛齁 結果你會發現啊 這兩天一跌下來都跟你講 不要殺低拉回滿 欸什麼叫做不要殺低拉回滿 那你在追高點啊 他叫你不要殺啊 啊什麼叫拉回滿 啊你都追到高點了 什麼叫拉回滿 你知道會拉回滿 你當初為什麼叫人家買高點 對不對 所以呢 端午節之前 我就有跟各位講 端午會不會變盤 我那時候怎麼跟你說 我說啦齁 端午變盤會先以個股為主 這是6月20號我端午節前一兩天喔 齁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這兩天留意手中持股的變化 尤其是區間盤頭股啊 這地方我是建議你先做調節 以免下週壓力加重 下週就本週嘛 是不是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你講啦 盤頭股你就先賣了 啊你不先賣到現在一破景線 你也跑不掉啊 啊我有說錯嗎 我們來仔細看齁 現在的盤結構問題出現很大 你仔細看齁 台北股市到目前為止啊 漲多拉回很合理啊 我說句實話啊 這幾天跌個360點 我覺得也沒什麼啊 可是你不覺得市場 好像石器神神嗎 為什麼 全都套啊 對啊每個老師都是搭賺錢喔 每天拿那個強勢股來跟你分析啊 啊我就跟你講過啦 我在這個市場二十幾年啊 我買一檔股票或我賣 我每買一檔股票或賣一檔股票 我都要寫報告啊 所以我的操作絕對都是有抗訊啊 可是那些每天在分析強勢股 然後分析完之後呢 漲上去之後呢 你看啊我之前低檔告訴你 沒有人拿出抗訊出來啊 所以很多人都在追嘛 這一追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問題啊 你注意看齁 台北股市只不過是漲多 稍微走一下整理 可是你會發現到啊 現在先跌的是這種嘛 有沒有 比方說翔碩嘛 你看那個頭部是不是都出了 什麼叫頭部出來 現在股價在這裡啊 你在這個地方你買進了 你現在是全部套啊 有沒有 啊這類型的個股呢 比方說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嘛 是不是都讓你看到破景線啊 上面套牢的籌碼是不是也越多 沒錯啦齁 你注意看嘛齁 你看艾普也是一樣嘛 到現在為止季線跌破了嘛 你差不多五月中 五月中之後你進場去買 到現在為止你都套在上面啊 好啦就算你前面啦 這邊都有買啦 到現在為止你也討不到便宜嘛 是不是 你再仔細看啊 誰個股啊 天域 不要說 三月啊 連二月份你買進到現在為止 你都沒有賺錢啊 現在都在套牢啊 啊那個 端午節之前叫你賣 我也知道你不會相信我啦 因為大家九成以上老師 都是叫你買啊 你不買都來不及了 這盤還要再大漲啊 但問題是最起碼 我做到我該盡的責任啊 該相信誰 你自己去評斷啊 到現在為止我問你 你現在怎麼跑 真的啊 我問你你現在怎麼跑 你買在上面的 你現在全部都跑不掉啊 而且這一些股票 不是一檔兩檔啊 你看華電網也是一樣嘛 之前在炒作這些股票的時候 每個老師都有啊 等到你追高之後呢 這上面全部都套 有沒有 你看齁 操縱也是一樣嘛 你現在上面買進的 全部都套牢了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這些盤頭股 已經讓你看到先下來了 那你知道這幾天 發生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嗎 你注意看齁 我說很多老師的講法 都是把當天最強的股票 拿出來跟你做分析嘛 之前全部都是分析電子類股啊 昨天呢 全部都分析什麼 神技股嘛 對不對 講到好像大家都有啊 我跟你講齁 如果這個盤真的讓我們看到說 真的出現修正 然後又出現一段的跌勢的話 那些老師啊 他會跟你說 我股票全部都獲利賣掉了 你看我現在放空大賺 我問你你可以接受嗎 那些叫你買的老師啊 到最後如果真的跌下來 他會跟你說他放空大賺了 所以我就說 到底誰對你有幫助 這個東西可能你要去思考 因為我們現在跟你講的內容 這個市場 沒有齊豪老師講得出來 那個從去年10月一路空 我說那個不算啊 那個神經病的解排嘛 對不對 好那再來 這已經發生問題在哪裡 現在很多已經那種破景線跌下來嘛 頭部都已經出現了嘛 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啦 除非美股大漲 一路大漲才能夠去接受這些股票 否則很難救 你應該很了解這個邏輯嘛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你會發現到 每天漲上來漲停板的股票 都有人跟你說有啊 好吧你去追看看嘛 最近的盤都還跌這種喔 漲上來之後你去追看看 結果就跌下來 你看喔 有沒有 漲上來大家都說有啊 結果呢馬上就跌下來 你覺得可以做嗎 可以追嗎 你看 漲上來的股票全部都跌下來 你看這些股票啊 漲上來後面你去追的人 到現在為止都跌下來 有沒有 你看嘛齁 漲上來你去追的到現在為止跌更兇 可不可以追 啊每天接到強勢股的 到現在為止是賺錢還是賠錢 你自己去看喔 到今天為止你會發現到啊 大魚資啊 昨天不是一堆來熬市跟你講大魚資嗎 講完之後今天跌領板啊 還會再講嗎 不會嘛對不對 你看嘛 這些股票是不是這樣子 漲上來之後呢 如果你去買 你看看融資都有增加喔 結果馬上跌下來 你看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這些個股都一樣嘛 對不對 我記得昨天我看到一堆老師跟你講什麼 講百元嘛 昨天百元很快就漲停板了 會講昨天會這樣子講 要不然就是追漲停 要不然就真的沒買 買到呢 也沒有討到 沒有討到哪裡去 好的 沒有討到什麼便宜啊 結果今天也是開高走地啊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你就會發現到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是不是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我問你啊 到底追是能不能賺得到錢 還是套牢居多 欸 同志這東西可能 你自己要去思考啦 因為我們在跟你講的東西 可能跟市場上比較不一樣 就像去年那個 去年1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你要開始賣股票 有沒有 你看這個時間點跟那時候 時間點很像喔 我那時候跟你講 這個地方盤不對了 你要趕快賣 好 那時候我們都從國際金融 帶給你看嘛 對不對 結果呢 你拼命買 結果呢 盤是不是要讓你看到出現大底 對吧 那現在這個狀況也幾乎一樣啊 那這個地方呢 指數雖然是走震盪 可是呢 很多個股跌很兇 但是呢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你現在的盤勢裡面 很多股票已經讓你看到了啊 區間頭部出現了嘛 然後你盤勢又開始出現震盪的時候呢 它就造成什麼東西 很多個股就開始盤頭了啦 真的啊 很多個股就開始盤了嘛 你看嘛 很多個股就開始維持區間啊 很多啊 都是這樣子維持區間喔 你看喔 有沒有 就開始維持區間嘛 啊 如果說這個盤勢 如果說再不穩的話 啊有些股票就會像這樣子啊 到時候又破景線了 當然你會覺得說啊 破景線就破景線嘛 那到時候都到不了 我再拉回再買 可以啊 你買看看啊 你要預防啊 如果說破景線的股票 到時候會不會發生什麼現象 比方說啦 你看啊 破景線之後一直跌啊 啊到底低點在哪裡 現在看不出來喔 有沒有 前面破景線之後呢 稍微有反彈 反彈起來之後現在到一直跌啊 啊到底底在哪裡 現在看不出來啊 如果盤勢再弱下去的話 還是有低點啊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你看那個華新啊 到現在為止 繼續再創破斷低點啊 你看 前面在衝高的時候融資在追嘛 一跌下來融資趕快賣一賣 賣完之後呢 看起來好像又要漲融資又增加 又跌下來又再賣 跌下來之後呢 拼拼在接嘛 接到現在為止你看融資一直增加 全部都沒有打到便宜啊 你再仔細看 還蠻多的啦 舉例幾檔就好了啦 再舉例下去我看 如果舉例到你的股票也不好意思 這個意思 你看到現在為止啊 破景線之後呢 融資一路增加嘛 那我問你啊底在哪裡 啊如果說這個盤啊 真的有修正的話 欸搞不好這些個股都還有低點喔 真的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破景線之後呢 就一路穿波段低點啊 所以我是提醒各位啊 這個盤目前對我而言啊 就是說 它到底是走修 它的修正到底修正到哪裡 它這個修正只是修正啊 還是說它後面會造成融資斷頭 這是我目前在評估的東西啦 我們來仔細看嘛 台北股市如果說啊 這個地方啊 正式破月線 如果說啦 因為這邊走區間嘛 你下個禮拜呢 月線成本提高之後呢 你正式破月線 我跟你講啊 最起碼你修正 會回測到季線的位置去算合理啊 因為南韓股市到時候也會破季線嘛 所以你台北股市回測到季線 我覺得算合理啊 因為慢慢的季線上來一點點 你這邊回測季線算合理啊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你連季線都跌破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那後面一定會造成融資斷頭 所以到底是只是修正 還是會造成融資斷頭的賣壓出現 這個東西我還在評估啊 好 但是不管它走哪一種啊 我還是一句話嘛 你高點先賣賣掉就好了啊 你高點把股票先賣一下嘛 那你現在有什麼好煩惱的 持股一堆啊 每個老師都說賺錢啊 就你賠錢 那就奇怪了 到底是你有問題 還是你的老師有問題 我也搞不清楚啊 就像我剛說的啊 搞不好哪天真的讓你看到 突然又真的跌下來之後 那些老師都跟你說 他放空大賺 啊 這種節目你要看到什麼時候啊 那麼不會成長嘛 如果那種講法 九成以上都是這樣講法啦 你會賺錢你不會一個老師一個老師 這樣子一直換啊 好 那接下來怎麼做 我剛說啦 到底你是修正 還是到時候會殺融資 我說現在還在評估當中啊 但是呢 評估的重點我還是看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了 你會發現到喔 到現在為止公債殖利率都沒有跌嘛 就橫在這裡嘛 他昨天收在3.76嘛 錢高在3.84啊 我就說 他只要越過3.84 美股一定會有壓力 美股一定會有壓力 而且呢 當整個美國公債殖利率 如果說越過3.84的話 我跟你講連美元都起來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了 我今天沒有帶那個資料 你自己去看 外資最近的那個期貨的倉位啊 已經快破萬口 上個月他做多來到3萬多口 他現在快破萬口 你就可以知道啊 美元的漲跌 其實跟外資的操作都是有關係的啊 所以這種牌是不能亂做 那你每次那個 每次有那種空投壓 不要說空投 現在還不能這麼講 就每次有那個修正的壓力的時候 你每次都套在上面 我說嘛 我當老師20幾年喔 幾乎每年幾乎有一次 那會有一次斷頭啊 啊每次你都避不開 啊我問你啊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你會越賺越多嗎 想一下 好不好 所以呢很多個股喔 我們那時候就有跟各位講過啊 很多股票不是用追的喔 當初我們都是低檔買完之後呢 創新高 我把它賣掉 我都給你看口訊嘛 我剛說過了嘛 買賣我們都有寫報告啊 那那些每天接到強勢股老師 每天都跟你講啊 我低檔只要告訴你了 買在哪裡嘛 都拿不出來嘛 你還要相信 結果現在套一堆 要怪誰 當初精彩也是一樣嘛 低檔買完 你看口訊在這裡啊 拉高之後我就把它賣掉啦 端午節之前 我們就把它賣掉啦 中砂也是一樣啊 低檔買完之後 端午節之前 我們就把它賣掉啦 腹信也是一樣嘛 低檔買完之後 拉高我就賣掉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一段一段的做嘛 所以這樣的模式 才能夠真的幫你賺得到錢 每一次如果說那種 有那種修正的壓力 你都能夠避得開的話 我跟大家講 你後面就等那個錢 什麼時候去接而已啊 所以我說這盤到這個時間裡 那個危機都還沒有解除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說跌個300點 你到目前為止 你就已經很煩了 那一定是做法有問題啊 你到底跟誰做 你好是每天都說賺錢啊 你怎麼會有問題呢 所以這一定 這一定是哪個結構 結構哪個環節 有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啦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 這盤危機沒有解除 如果說你的持股 你老師也沒辦法幫你解決 每天都跟你講 不要殺低啊 什麼拉回買 你已經買在高點了 沒有那麼多錢了啦 所以呢 持股要怎麼解決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你就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希望我能夠幫得到你啦 因為我帶你的是富貴穩中求 然後呢我服務你到年底 好不好 50%服務你到年底 認同的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明衡有限 額滿截止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求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明衡有限額滿截止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間開高走低 指數是小漲 當然我跟他說過 這個危機都還沒有解除 危機應該是在看下個禮拜 會不會正式破月線啊 那我記得在6月份的時候 我跟他講 這盤 我有感覺那個很嚴重的 溫水煮青蛙 6月10號 我說這裡多頭 可是又多很嚴重 然後呢那時候我跟他講 你去追的 追漲不成你會反做頭 我不知道你現在 有沒有這些感受 如果說你有這些感受 其實說實話 很多股票已經套住了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 持股的問題 可能能先縮一點是縮一點 不要到最後呢 一堆股票全部套勞 對你來講 你要翻身會比較難 好不好 那你認同我們的方式呢 你又一起來 你的持股再幫你做處理 好不好 富貴穩中求 服務你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歡迎你來電諮詢 明天見 拜拜 好 好